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时看到你遭到驱赶 遭受打压的信息 政府要先告知 政府都给改正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走 你越来越被视为当局的眼中钉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没有放弃抵抗 也许是这一点让当局无法忍受 他们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人低头求饶 这是他们盼望的 这两年来 当局对人们的控制和打压越来越疯狂 但是这不能阻断人们争取人权 争取自由的精神 其实这种打压也充分证明了当局的不自信 他们害怕风吹草动 他们感到草木皆兵 但是这种高压状态注定维持不了多久 我们呼吁所有的人 关注你们 关注中国人民 支持他们的抗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